整条街道黑漆漆路灯也不亮 只剩交通号制灯正常 排电人员接获通报 工程人员到场勘查 检视沿街的便电虾 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一街跟正海路附近 晚上有停电 停电范围在前哲梦时代购物中心附近的民宅 近170盏路灯故障 晚上卖娴苏鸡业者一度摸黑做生意 居民表示 从8号晚间6点多开始 路灯就不亮 直到10点半之后才陆续恢复正常 全国附中都没停到5点半才来 10点半才来 大概停多久 包括星期日发生在湖内的 加工配电设备故障 以及昨晚前镇催恨北路一带 约170盏路灯不亮 也是因为大雨造成孔内雨水累积 导致短路所致 5月才过一个星期 高雄市停电平船 2号在凤山前镇有1607户停电 台电解释因为变压器套管插头故障 7号湖内近4000户停电 归咎于下大雷雨 造成高压导线骚损 而8号也跟雨脱入离不了关系 雨水累积导致线路短路 7天三度停电 台电要真的是要检讨 在整个电网的稳定跟任性都要加强 两次停电说法归咎于天后因素 只是有意代表国民党角足总统大位的郭台铭 才抛出小型核电厂稳定供电议题 敏感时机停电 要让高雄市政府先未雨绸缪 TVBS新闻赵丽 徐克成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